老师的无奈瞬间 今天你们美术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 这节课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自习还是看电影 难得今天我不想赞课 你们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哦 那还有想吗 当然是看电影了 对 那必须看电影 老师肯定是在考验我们学习的自觉性 我可不能上当 某些人数学就考了25分 还有心情看电影 心可真大呀 直接念我身份证号得了呗 还某些人 咱说我考多少分跟你有关系啊 关好你自己得了 虽然人家成绩不好 小妙你也没必要当众说出来吧 难怪人家不待见你 居然还敢跟我顶嘴 那我更不能让你如愿看电影 老师这节课我们还是上数学吧 别听某些学渣的看电影了 我就是不想上课 所以才给你们两个选择呀 你倒好给我加一个选项 服了 我觉得吧 上数学那大可不必 还是让大家看电影比较好 真不错啊 可恶 看见这个臭学渣这么开心 我就来气 老师今天的作业还没讲完呢 正好我有几道题不懂 要不你跟我们讲完再看电影呗 你有毒吧 我当初咋想呢 怎么就选了你当课代表呢 天天跟我唱反调 改天找机会 一定要把你这课代表撤 小妙你有啥不懂的 跟我来办公室 我单独跟你讲 其他人也在教室看电影 好 有趣的 不懂的 我还没听到 有趣的 家里的 那点 他就来说 我还没听到 我还没听到 我还没听到